到底我們這個所看到的 所有的一個自鎮宅裡面 甚至有打出這個免鎮的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有自鎮 沒自鎮 然後一般的一個住宅的話 它的價格落差會差在哪邊 最重要的就是像是上話所說的 就是安全性 到底我們買到的自鎮宅 是不是真的是自鎮宅 而且真的具有它的安全性 我們先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到底什麼是自鎮宅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一般的民眾對於自鎮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的話 其實現在都有了 大家都非常的擔心有地震 但是買自鎮宅的時候 你能夠容許說 容納說我們的一個建築費用的話 大概會貴到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兩年真的是太多地震 而且動質都超過五六級 所以其實現在 從這張圓餅圖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有超過八成五以上的民眾 是願意花更多的錢 加價來買 讓你的這個房子 有抗震結構更安全 不過大體上是落在 加價每平一萬塊的 這個是比較多的 佔了四成之多 加價一到三萬的是三成左右 那直接往上加 就真的越來越少了 可是重點是 到底如果我們要買一個 有防震有抗震的房子 真的會很貴嗎 每平大概多少 算是一個合理的區間 這裡要請教代理事長 我們講 我們把鋼筋混凝土做好 其實基本上它成本 就會比現有的 一般建築的施工 可能成本就會多達一層 到一層半左右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來講就是說 我們外面也很多的 地震跟隔震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就是說 不是說地震它就一定安全 也不是說隔震就一定安全 就要看你的案子適合用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今天假如說 我們的房子是一個很瘦高的 我們很瘦高的房子的話 瘦高的房子 它或許它可能是適合用 自鎮的概念 假如你是矮胖型的房子 他可能就是 隔鎮的形式會比較適合 這個都會有一些差異 好 理事長 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自鎮跟隔鎮有什麼不一樣 自鎮跟隔鎮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其實 自鎮其實基本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手板 自鎮的概念就是說 有兩種 一種是邪稱式的自鎮 一種是一個碧體式的自鎮 鞋身式的自鎮等於說 它就等於是類似我們的 梁柱結構安全一樣 這種模式在做 另外碧體式的部分 它等於是說 當地震來搖化的時候 或風力在吹的時候 它讓它的舒適性會比較好 兩種形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 全部都是自鎮的是不是 對 都算是自鎮的一種 一個是板片型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斜層型的 一般我們是不是比較常看到 是這樣子斜層型的 基本上假如我們的建築 假如是在一個SRC 或者是鋼構的一個情況下 比較常看到斜層式的 今天假如說是 我們一般的住宅當中是RC的 鋼金混凝土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SRC的 就有很多壁式的這種形式 很多人說每一棟都在打自鎮宅 自鎮裝兩片也叫自鎮宅嗎 還是要裝多少 有些裝好看的 有些是真的有效對不對 有些是裝私性的 有些是真正有效的 預售屋的市場裡面的話 譬如說兩家在競爭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 隔壁那一家只用了24個阻尼器 我們用了68個阻尼器 我們比它厲害這樣 可以裝越多越好 就是裝越多就是越好 其實自鎮 地震其實基本上的概念是說 它裝基本上 我們會建議裝2分之1高度 到2分之2高度左右 是比較恰當 而且是地震來有兩項 所以兩項都要去加裝這個自鎮 我想這個是有必要性的 另外來講也就是說 也要看你的建築物 其實自鎮壁的這個裝設 最有效的建築應該是說 它是梁柱架構 可是外表是一個玻璃帷幕 裡面是輕格間 這種建築裝自鎮 它的效果就會發揮到100分 可是今天假如我們的建築物 都是鋼金混凝土的 一大堆RC外牆包覆的 其實這種裝 這種速度型的自鎮 它的抗震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我想這個部分 它會有一些折扣 所以理事長 你是說這些城市的自鎮的話 大部分是用在鋼果 才會用到是不是 是的 那個RC的話就不會用到了 對 RC的話 它在梁柱街頭施工 它沒辦法施工 所以在R7建築它不會做協生師的自鎮 那R7的話 那是一般的話 那都是用 用自鎮幣 自鎮幣 對 那隔鎮店那個呢 隔鎮店的部分是隔鎮 其實隔鎮大概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隔鎮的概念是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一棟大樓 某一層把它切斷 柱子把它切斷 每根柱下面放一個隔鎮店 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種建築就是 第一你想到的一個概念說 假如房子很單薄 類似我房子很單薄 我第一站就已經怕它傾倒了對不對 對 那我再把柱子切斷 那是不是風險更高 對 所以說自鎮的建築也是要看你適合的建築 等於說我房子太單薄 我就不適合用 這個是要注意的 還有另外就是說 自鎮最適合是用在土質堅硬的地方 比如說桃園 台中 裡面都石頭地 這個做自鎮最好 可是很多現在大家在做自鎮是為了要 把房子賣高價 對 土質堅硬的地方做自鎮比較沒效果 可是房價高是高在哪裡 台北市 新北市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東西 我是想說自鎮是好的一個元素 可是你要土質堅硬的地方效果好 土質堅硬的地方效果比較沒有那麼好 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你隔鎮做完之後 你把柱子砍斷 地震來這樣搖過來搖過去 搖過去之後要搖回來對不對 今天講到你的房子 基礎會有不均勻呈現的話 搖過去會不會搖不回來 那就歪掉了 對 這很多康地震的時候就歪掉了 對 所以說隔鎮的建築 有一個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你要去做到 考慮它整個基礎有不均勻呈現 都要考慮到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每根住下面放一個隔鎮店 對 隔鎮店有不同形式的 那注意這很重要 另外一個 不管自鎮跟隔鎮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現在業界忽略的 以後萬一有故障 或者是老化要換修的時候怎麼辦 那隔鎮店的話怎麼換修 對 重點來了 隔鎮店要換修的話 你像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一整層的大樓那麼高那麼重 你要把這個墊子換掉 那你要怎麼換呢 你要用鎮丁頂 把上面的結構跟下面的結構把它頂開 那頂開你就遇到一個問題 上面這一層的結構 跟下面那一層的結構 都要做得非常的強 你才可以把它頂開 感覺是蠻可怕的 這會不會破壞它的結構 所以你就不能讓它破壞 你在設計上就要把結構做到特別加強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談 很多媒體朋友會消費大眾在問我說 自鎮隔鎮好不好 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假如只是拿來當噱頭賣點都不好 要就完真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哪一個是噱頭 哪一個是真正能夠使用的自鎮宅 超超自鎮宅的話 是不是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趨勢了 如果你沒有打出自鎮宅 他基本上房子賣不掉 自鎮現在目前是最多的 所有在預售的時候 他們在現場銷售都會做一個公學館 做一個公學館告訴你說他自鎮什麼 所以很多人其實 一般的購物者就看到說 有公學館 那我就安心了 目前來講像類似101大樓跟地保 宏盛地保大概是採取自鎮 逃出引員那個比較特殊 他就是採取隔鎮或叫做免鎮 這兩種基本上沒有什麼 絕對說大家講說哪個是最好最不好 只是我們看動數來講 現在自鎮最多 免鎮或是隔鎮比較少 像逃出引員那個 基於免鎮的成本 有人講說大概高於自鎮 大概10%到15% 所以他的行情當然會比 轉價到房價當然是房價 一般隔鎮或是免鎮 比自鎮還要來貴一點點 目前隔鎮裡面大概我看起來 大概全台灣全國裡面 不會超過100動 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它的工法跟技術台灣沒有辦法 所以要取決於日本或美國 所以我們的技術必須 從日本那邊過來 所以你要用的器材 大部分是美國的 比如說TELA或是什麼 所以大部分 可是這個免鎮 大部分採取是日本跟美國 完全空運哪一台的設施 好 理事長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是不是免鎮是最好的 再過來是自鎮 然後再過來是一個耐鎮 那免鎮的話 現在目前信義地保 陶租引員是用到了免鎮 那麼免鎮的話 它的一個政府的話 其實是 等於是說 我們的一個政府的一個 隔絕70%的能量 對 它的能量的話 是可以被隔絕掉 等於是你在上面的話 那能量會被消耗掉 但是製鎮的話 它其實是還有的對不對 我想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以隔證來講 當然成本會比較高 可是我有講說 其實不是做隔證它就安全 其實隔證要做 我要做全套 包括高寬筆 不均勻呈現 以後換修 那些都要考慮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 另外再就是說 像我們講說像自鎮宅 自鎮宅它會增加一些成本 可是我們自鎮就像我講 我也要做全套 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自鎮的一個概念來講 我們要做 我們也是要做全套的 一個自鎮的概念來執行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鋼筋混凝土的部分 假如我們真正把鋼筋跟混凝土 都真正做得很好 事實上它也是很安全 另外一個就是說 假如今天我做隔證 我做自鎮 可是我真正 基本的鋼筋混凝土的部分 我沒有真正把每個細節 都做得很確實的話 其實基本上建築物業不一定安全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談自鎮隔證 你要先把最重要的鋼筋混凝土 先把它做好 代理事長也想請問你 像我們都聽過 這裡頭有一些是什麼RC結構 鋼骨結構 或是這種SRC 它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想說我們看到這個SRC SRC基本上就是說 它的結構行為是 靠裡面的鋼骨 還有外面的這些大號鋼筋 都是結構行為一起承受的 所以這種是SRC SRC它的施工性就變成說 鋼骨焊接很重要 焊接這個它也要做到 綁鋼筋也要綁得很好 所以這個技術層級最高 所以這個最複雜 最複雜 也最貴對不對 會比較貴 也最安全嗎 安全性就是說 焊接都要焊好 綁鋼筋也要綁好 它就安全 品質都不用 不是大家有一個迷思的觀念 認為說用什麼材料它就安全 這是錯誤的 因為什麼 你焊接要焊好 綁鋼筋綁好它才安全 我想這是同時做到 沒有的話不是說用這個材料它就安全 這不是的 那RC呢 RC是最傳統的做法 基本上也技術層級最穩定 可是早期其實品質很難做到 為什麼 鋼筋都一根根剪斷綁鐵線 現場很難施工 所以很多地方手伸不進去 就 隨便 其實你去工地 你去工地說真的 以前用傳統綁鋼筋 其實真的很多細節很難做到 可是現在有一些創新的一些工業化的方法 我們待會可以介紹 其實這個整個打品質就可以完全做到 而且抗震性能比以前強一倍 我想這個是一個新的思維 日本現在50樓60樓 做做鋼筋混凝土為主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新的世代 這種比較穩對不對 對 而且世界摩天大樓 現在90%是鋼筋混凝土的 跟以前的年代不一樣 可是它的承重力它是不是 建築物的承重力就比較重 可是我們想說世界摩天大樓 現在最高是哪一棟 杜拜 哈里哈塔 它800多公尺 它總共地下室到600公尺 是以RCE鋼筋混凝土為主 到局部買一些鋼筋 然後到600到800多公尺 它才用鋼筋 因為太高了水泥打不上去 所以用塔升的方式去做 所以說其實現在鋼筋混凝土 技術越來越高 所以其實它可以做到的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 之前的話其實是比較流行的是 鋼筋 對 像另外一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鋼筋或SC SC以住宅類來講 SC用的比較多 你看SC就是裡面一個鋼筋 可是外面的混凝土 它只是當作防火批覆 它不是當結構行為的 這個是一般業界有些比較高的案子 它會用這種方式去做 這種方式去做你會看到 它主要是鋼筋用焊接的 其他這個混凝土只是保護防火 所以它就施工性就比較簡單 後面才會安全 一般的民眾怎麼會知道說 那個鋼筋混凝土裡面 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對啊 它都封起來了 我也不知道它裡面是怎麼樣 消屋的時候就已經消給你 你也不可能去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大家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們也在推動一個 建築物安全履歷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希望說把看不見的地方 才更重要的觀念讓大家了解 這怎麼說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講就是說 各位其實要知道說 你今天你買的一個房子 比如這是你家的房子 你買的這一戶的每一根柱子 每一根大樑 每一個牆轉角的每一個細節 它一定要拍細部 看得到每個力量最重要 最難施工到品質的每個重點 我們是百分之 這是現場的施工的畫面 對 是百分之百要拍 所以你一拍你有沒有看到 每一根柱的鋼筋 每一個牆的轉角 每一個細節一清二楚 它捆幾圈怎麼捆 我都看得出來 對對對 這叫做安全品質透明化 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只有拍大樓的整體狀況 還是說我每一戶每一家 每一戶每一家 每一戶每一家都可以到嗎 所以說你買的每一戶 都有一本你家的 這不是說300戶 影印300本 是每一戶的不一樣 就是百分之百透明化 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轉角 就像我講牆壁容易烈 容易漏水的每個地方 這是最難施工的 所以那一個每一個地方轉角 我都要拍細部看得到品質 而且放大讓大家看了一個品質照片 所以說其實你可以把這些鋼筋的每個細節 混泥土的每個細節真正紮實的做到 一整本安全履歷 一戶一本 說真的其實這個成本 就相對就會提高 為什麼 我水泥 我現場不要亂加水 我可能一坪的面積 可能要增加大概兩三百塊的成本 所以說其實 你把安全品質真的做到透明化 其實建築物就非常非常的安全 可是這個會不會也有可能偷 我去拍別的地方的照片 這拿給你看 裡面比如說你說水泥用什麼 他們也 這也不會知道 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安全履歷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們的工地一樓會辦綁鋼筋觀摩會 對 標準層也會在辦觀摩會 等於說我們觀摩會是什麼意思 等於說我們工地鋼筋綁好 完全沒有封模板 開放給大家來看 我們每一次都至少是100個人以上 我們有一個工地開放過 大概超過700個人來看 所以等於建築業 學術單位 政府長官 媒體朋友 大家來看 所以你這個品質是 除了每個細節透明化給大家之外 我們是開放給大家來看的 所以我想其實 幾百個人來幫你看過品質的 應該放心 所以以後交屋的時候 不是只有合約 對 還必須要有這一本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講說 看過這一本的人說 這個以後比婚紗罩好用 婚紗罩可能結婚完之後 就放家裡床 因為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 除了合約之外 他都有一些廣告的傳單 或者類似這樣的資料 通通要把它保留下來 以後消費者這個東西 就可以依這個內容 去主張那個權利 勝訴的機會會比較高 那跟當初那個 大家講說要把你那個廣告 不能廣告不死 對 廣告看板全部都把印象 包括說他在蓋房子的時候 其實買方是可以去現場監工的 我知道現在有的建商 他那個直接就是在工地的現場 就是裝網路的攝影機 你就在線上就可以看了 這也是一個廣告 對 直播 施工的方式來做 都自己要盡責去盯著 盯著就不會被人家偷工剪掉 老師你帶到現場 這個是RC的嗎 這個是鋼筋V2RC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剛剛我們提到說 早期我們在蓋房子的部分 是一根根剪斷的去綁鐵線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仔細看 這個叫做駐中駐 外面黃色是一根沒有中斷的鋼筋 對 內核心也是一根沒有中斷的鋼筋 所以它等於是外柱內柱 內核心外核心的概念 所以它這個是工廠加工製品 在自動化加工機器裡面 一片自動彎折成型之後 直接套裝 所以它不用工人在現場 直接這樣繞 就不用擔心偷工剪標 或繞到處邊繞 對 全部都不用了 所以說你看 這個品質就是如此的完美 所以為什麼我們結合 有沒有比較穩 我們結合建築安全履歷 我們工地每一個都辦觀摩會 為什麼 工地的鋼筋 就像藝術品 像精品 就跟現在各位看到一樣 它就像藝術品一樣 理事長它銜接 即便它是在工廠一起完成 可是問題是它的銜接 銜接的部分其實現在 垂直筋的部分 這大耗的鋼筋 垂直筋的部分 現在有用續接器 它有續接器了 對 品質非常穩定 所以那個我們不用擔心 好 我再問一個問題 很重要的 理事長你如果買房子的話 不會買在幾樓 其實都可以買 只要你房子在低樓層 有做特別的住跟牆的加強 很多人講說三樓 二樓不要買 還是三樓 四樓不要買 是不是這樣 以前是地震來 那你容易倒 容易壓到 所以說你買的房子 新房子 那你一定要做特別的結構加強 這種房子才是安全的 因為大樓是命運共同給買 所以舊房子還是不能買 怎麼買低樓層 因為以前的房子都是 沒有加強 開放空間 所以底下有轉過層 都會那麼好 對